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观众留下了极富魅力的成熟男士形象 然而第二季一开场 小包总就穿着鲜艳的红色长袍头戴鲜花登场 并且对安迪展开了称得上是耍赖式的追求攻势 一会碰瓷球收留 一会抢时逼安迪出门 时常卖蒙的可 爱表现令不少网友直播落差太大 在我采访中 面对小包总角色性格转变的问题 杨硕直言 其实大家还是不用太过在意小包总 在前两集的表现 随着剧情的发展 他和安迪的情感状态变化 其实会发现小包总身上更多的层面 而他的身世 深情依然不会变 而且这一季我和导演还有制片人讨论过 觉得小包总内心其实是很单纯可爱的 所以也想把他内心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精雕谢卓位角色 富意大利定制专属配饰 作为一部制作用心的良心剧 欢乐颂二一就保持了钱 做追求极致细节的优良品质 不仅导演组在道具布置方面十分用心 演员们也为了塑造角色付出了不少 在采访中 杨硕就报道自己除了在塑造角色方面格外用心之外 对于小包总这个角色形象上的所有细节 也都会多加考虑 手镯都是我们去意大利 专门买私人定制的 包括佩戴什么样的手表 皮带 皮鞋 还有一些 美搭的券衫 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去准备的 而这还不是杨硕一个人的行为 杨硕坦原剧中的其他演员 也都会自己为角色准备一些服装或是小道具 这种表演之外的付出在杨硕看来 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被问到是否自费准备这些服装饰品时 杨硕表示 我觉得不要纠结到底是不是自费这件事情 因为剧组花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来置办我们各种行头 都是为了这个戏好 我们自己准 背的那点东西 对于这个戏来讲 其实并不算什么 私下安静杨硕自曝酷爱健身 求珍惜虽然对不少观众来说 杨硕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小包总 但在采访中 杨硕却笑颜自己生活中和小包总差异很大 生活当中我可能是一个偏安静的人 虽然性格不同 但杨硕和小包总在某些行为习惯上却还是有些巧合般的相似 剧中包裔反对着安迪球收流球包养 在采访中 酷爱健身的杨硕也略带 自夸来了一次球珍惜 当提及健身话题时 杨硕表示 我觉得健身其实是非常枯燥无畏的一种运动 但我想跟大家说一点 一定要珍惜身边这种常年坚持健身的人 他肯定有一种优秀的品德在的 因为能去折磨自己的人不太多了 而对于饰演22楼 五美的演员来说 杨硕确实是一个值得珍惜的人 之前刘涛就曾爆料 五美经常在剧组里欺负这位好脾气的健身老师 对此 杨硕坦言 不是我脾气好 是因为他们对我开的玩笑 都是善意的 在现场也需要一些这样的气氛 这样大家创作起来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我也更愿意变成他们的开心果 比起上一部 电视剧《欢乐颂2》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些新尝试 目前剧集刚刚开播 但其实这一季《欢乐颂》的剧情起伏 人物命运变化的密集程度 是远超上一季的 随着剧情的发展 五美势必会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更多惊 彩内容 关注《关注东方美视欢乐颂2》 责任编辑 刘书兰 分享 在相关阅读 陆寒 远超上一季的《独立热八》将炒CP被喷 节目组就转而炒景田 改名为《奔跑吧》的《跑南第五季》 已经播出了一个月 热度依旧不减当年 而在VB不在的情况下 节目组就吵起了陆寒 和迪丽热八这对CP 两人亲密互动的片段 已经是两只手都竖不过来 基本上每期节目播出后 陆寒和迪丽热八都会 结伴一起出现在热搜之上 比如热八刚来的时候 所有的成员都送了礼物 但只有陆寒的任务卡 写的是给 新来的成员一个拥抱 配上后期Ling的亮闪闪 再加上一点BGM 气氛自然就起来了 在完成任务的环节 你会发现陆寒给热八整里头 发热八遇到情况的时候 陆寒也会一把护住他 男友Ling Max 到了后面就更加亲密了 有个环节要比男女嘉宾的心跳 陆寒和迪丽热八也成了一组 两个人为了让对方 心跳加速做出了各种暧昧小动作 不过在节目组刻意的编排之下 各种bug也被找出 来了 学医的网友表示 一个人的正常心率为60比100 剧烈运动之后 有时会到120或者130 这样坐着都能达到160 心脏绝对有问题 大多只见于心脏病患者 陆寒光是坐着 然后心跳到达了160 应该可以直接被120接走了 所以 节目组的这种可以炒作实在不能忍 更大的bug 在第四期的奔跑吧 水下斯明台环节 就在热八与林志玲斯明台第四轮 镜头一转 本应该是 在背着热八的陆寒 镜坐在岸边观传 信心的网友很快就发现这是邓超 在担任陆寒的替身 能隐约看到贴着陆寒名牌衣服下的另一张名牌 写着邓超的名字 网传陆寒在录制中半月板受伤 几轮剧烈斯明台后腰部也扭伤 不得已到一边休息 所以找邓超替换了一下 而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 节目组的声明是在最后一轮水上斯明台的录制过程中 陆寒闪了一下腰 在不影响节目进度的情况下 超哥主动 帮忙替代 同时陆寒在场边做了应急处理 短暂修复后马上又上场完成了最后的比赛 看似很敷衍 观众们就更加不愿意买账了 不过这种带着剧本的炒作节目组不会承认 MC们可是会说实话的 近日正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言 陆寒和热搭就是节目里的一些剪辑 呈现出来的效果 而且正凯也表示节目就是节目 生活就是生活 正凯这样的说可能是因为他也深有体会吧 毕竟在第一季 明 明全员在现实中两人都是非单身时 节目组还强行将正凯和Angela Baby组成周五情侣 但2015年 但2015年Baby和黄教主正式举行了婚礼 所以周五情侣的概念也就不得不被弱化 但有韩版中Rail成功的周一情侣在前 节目组也绝不会放弃 这样圈焚炒话题的好机会 于是在热巴加盟后 组CP的任务 也就自然落在了他和陆寒 这两位单身小青年的身上 可两人的CP感觉本来就不强 观众们对明星CP是有些审美疲劳了 节目组吵来吵去更像是长辈的逼婚 实在是没什么亮点 呼前几期在节目中 刷粉红的陆寒与热巴这对周五CP 一路走来都难逃观众的争议与质疑 更有人因此将新成员 若巴黑的体无完肤 或许是为了缓和一下 这对官配CP带来的尴尬气氛 这一期的节目中 陆寒身旁的他变成了高冷饭儿 十足的嘉宾景田 两人从一开场就温暖满屏的铜框 画面 被许多珍爱粉刷屏点赞 称画面干净很般配 也有一些观众继续质疑节目组搞事情 问道是因为热巴被黑得太厉害 所以要捆景田和露台了吗 当然 节目收视率和话题度的瓶颈 也绝不是用炒话题炒CP就可以轻易解决的 有这些闲功夫 还不如在节目的游戏设置和剪辑上多长点心呢 至于把明星们组成假想情侣这种炒CP 固然也有好的例子 比如我们相爱宝姐 墓被网友奉为约会好教程 也让单身狗的心瞬间被虐成了渣渣 但当节目结束 观众们往往都会被现实给打败 周冬宇余文乐少女 和大叔的CP搭配 节目中两人充满了爱的互动 叫起床 记哑高 半夜爬山看日出 六叔的浪漫招数真是难以招架 而如今节目结束之后余文 乐者到处二代女朋友 周冬宇则忙着跟斗镜头 吃口串滑滑板 两人都走上了人生新阶段 只有宇宙夫妇的粉丝们还在圈地 自盲 时不时地回味两人曾经的甜蜜 乔任良徐璐 这对慌张夫妇 在节目里很粉红 但节目外乔任良 却并不愿意被粉丝们 每天呼喊着在一起 不仅徐陆的宣传人员 被爆开小和黑桥任良 甚至两人的粉丝之间 还因为各种原因撕了起来 闹得十分的不愉快 1001夜中有首民谣 关键句子是 两个比一个好 张爱玲的《严英语录》里 有更进一步的诠释 两个头比一个好 在枕上 两个比一个好 在天上 在人间 在床上 在月下 在断杯山上 在电影里 两个人才能跳探歌 两个人才有爱慕 冲突 离合 想念 而娱乐圈是最能体现 两个比一个好反则的地方 不论是男女 男男 女女 一次看见两个 比较划算 不论是朋友 爱人 妇女 一次看见两个 比较圆满 我们怕孤独 怕人和人之间没有联系 限制中得不到满足 就格外需要明星帮助完成幻想 不过 这种因为节目强行拉篮配组成的CP 不仅会拉低节目的水平 即使被炒得两方的口碑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真的需要三思而后行 至于粉丝们 也不要太入理节目组所炒出来的CP 毕竟等过了宣传期 就会一拍而散了 伤心的还是粉丝啊